今天確診的總數 還有包括死亡數 又再一次創下新高了 但是我們的民進黨政府 到底在宣揚什麼樣新的概念呢 來看一下中研院的研究員何美香 他又有新的概念 他在民進黨的中常會做專題報告 他說報告主席 報告蔡總統 我告訴你一個好東西 叫做綜合免疫力 如果確診的人 加上打了三劑疫苗 哇 這個抵抗力就特別強 總統說 你這個概念不錯 很重要 我可不可以借用 我是不知道總統借用這個概念要幹嘛 是WHA發表這個論文嗎 什麼叫做概念要借用 聽不懂 但是聽起來 我們民進黨這一些 比較親綠的中研院的研究員 開始散播一種概念 確診不但不用怕 確診加上疫苗反而還更好 很多人聽了傻眼 確診加上疫苗反而更好 那乾脆大家得一得 排隊一起得 反正何美香說好得不得了 總統還說這個概念很棒 我來借用一下 無獨有偶 這絕對不是一個單一的事件 同一個時間指揮中心的羅玉軍 也告訴大家 說確診的人有所謂的無敵新興 三個月之內 如果你再接觸到確診的人不用隔離 甚至有些媒體第一時間還寫說 如果確診三個月之內PCR又陽性的話 也不用再也不用再算是確診了 但是這個報紙大家有兩種不同的說法 總是現在好像散播一種概念是說 確診數這麼高壓不下來 沒關係不要怕 確診反而會更好 比不確診還更棒 這個觀念大家非常非常的驚訝 你看一下新竹馬街的小兒科感染科的主任 這個林主任告訴大家 老人家還有免疫低下等高風險的族群 他其實是受不了 他沒有辦法忍受感染的風險 其實今天還有另外一個新聞 有一個號稱鄉民女神的 叫黃瓊慧的 他一個月之內兩度PCR是確診的 但羅玉軍說這個沒有關係 反而他這個病毒數是低的 他不會再傳染給別人 這個說法到底對不對 大家有一個疑慮 他另外一件事情死亡率這件事情 重症死亡率 短短半個月之內從53%飆升到79% 這是同一個時間發生的 陳秀熙告訴大家 這幾週裡面70歲以上的長者 就我們昨天講到的概念 超額死亡 等於說同期間裡面大概翻了一倍 跟去年同一個時間起來翻了一倍 長者的超額死亡兩週佔了53% 但李秉穎說沒有啦 大家在算這個時間 真正死亡率跟高峰期會有個時間差 所以你也不能講他是超額 總之我們不認 但是死亡率這件事情 大家真的會很擔心的 我想請教一下偉翰 我們的政府 我們的民進黨 是不是這個時候 跟大家宣揚一個概念 確診比不確診更好 剛剛要做給大家看的何美香老師 他是研究員 陳秀熙副院長 這些都是專家 我們當評論員怎麼去覆蓋專家的意見 他們當然比我們更專業 可是我可以跟大家講 我可以舉出正確的數字 268 指揮中心在兩個禮拜前公布一個數字 我們台灣 全世界我不管 台灣有268個人是曾經確診有暗號的人 現在再次這一波又來了 所以確診之後是會再確診的 然後我們台灣有很多的人 打了三劑重症死掉了 你看每天公布的現在已經 今天也是五十幾個人 對不對 所以打了疫苗也會死 得過以後還會得 然後大家好高興 那就跟耀忠講 我現在口罩可以拿起來 耀忠你那個面罩可以拿起來 我們都有打給我打過三劑了 而且我最好去得一得 我就無敵心心 總是有人 總是有人得了以後 他沒有病故 那當然這個是好事 但問題是那病故的人怎麼辦 你怎麼知道你會不會病故 所以這種是跟大家有點在宣傳 因為我剛剛已經講 我再講一次 何美香研究員跟陳秀熙 這個副院長 他們是站在醫學跟公衛的角度 我看數據是這樣 以人類的整個大數據來看的話 當你一百萬人 當你兩百萬人的時候是怎樣 可不代表你不會是那個不幸的人 那你這時候跟大家講說 沒關係 你要打疫苗以後 再確診很好 你就會保護力更強了 請問能保證 打過三劑疫苗又確診的人 之後不會再確診 然後死掉嗎 誰站出來講 事實證明不可能 去保證任何事情 所以如果有些人 我要預防 我不希望我成為確診者 因為我成為確診者 我就有可能中重症 我成為中重症 我就有可能往生 所以我不要 那你跟大家講 好像一副就是確診沒關係 或什麼 當然在整個人體 這個人類的那個整個比例上來講的話 有打過疫苗的人 他的那個中重症是會比較低 所以不要那麼恐懼 每天在那邊怕是沒錯 可是講的好像就是說 好像得了以後也會非常好 甚至得了還更好的這個觀念 其實我覺得好像就不太適當 那總統今天在那邊講說借用觀念等等什麼 其實總統應該站到第一線 不要每次都躲在民進黨中 常會跟官邸還有中府這三個地方而已 他還可以出來看看大家目前遇到的狀況是什麼 除了疫情之外 還有很多經濟問題 很多人都跟我講說最近很多的NG蛋糕店 很多的什麼東西都大排從龍 為什麼 因為大家其實生活並不好過 明天就是總統五二零 他應該要多想一點 不要在那邊講說原來是這樣 借用觀念好不好 原來確診加疫苗就好棒棒了 那所以我打過三劑 我的下一步就是確診 會對我更好嗎 真的是這樣嗎 我覺得指揮中心要跟大家講清楚 其實還有一個最新的訊息 紐約時報 他也報導一件事情 政府告訴我們說 我們現在病毒 都只有一個單一的是Omicron 可是其實我們國外境外進來的 都還是有 這些人萬一把其他的病毒株帶進來 其實在國外的時間 也紐約時報告訴大家 他們不同的病毒株裡面 有人一年之內重複感染 至少四次以上 所以我們政府真的有這麼掉的精心 這個時候還鼓吹大家 確診加上三劑疫苗 你就無敵心心了 不用怕 三個月之內的病毒 病毒怕你 不是你怕病毒 另外這件事情 我也要來請教韋漢 我們現在的王必勝 一直說雙北狀況很複雜 但我個人發現 有一些縣市問題更大 我不要說分顏色 第一個是基隆 基隆的狀況 真正每天都有新聞 每天都讓人家掉眼淚 最新的狀況是5月7號的時候 有一個80歲的靈性老翁 他送到布立的基隆醫院 後來家屬把他送醫 到醫院裡面 其實救護車到的時候 他就已經歐卡了 什麼叫歐卡 就已經沒有心跳 沒有呼吸 沒有算認定死亡 就是只差一個認定死亡 這個階段 那家屬這個女兒 就一直陪著他 爸爸你要加油 你要撐住 跟他講了15分鐘 後來醫院也沒有告訴他 就放在那邊 然後叫他簽一個放棄急救 最後關頭才跟他講說 已經蓋白布條了 人走了 他說他人走 你怎麼都沒有跟我講 他伴著屍體 陪屍體聊天 聊了15分鐘 而且當他們反映的時候 這個醫院裡面 社工的主任還講說 歐卡本來就不用特別 跟你們家屬講 這樣的過程 對話過程爆料出來之後 大家覺得匪夷所思 當然也有人好奇 說家屬怎麼會 尤其這個爺爺他的孫女兒 還是醫學系的學生 怎麼會搞不清楚 到底有沒有呼吸心跳 這個問題是一個 但總之看得出來 基隆的醫療 負荷量已經非常大 到這種細節 居然又可以出現爭議 另外一個我們請請先告訴大家 一樣是在基隆 兩歲的兒童染疫發燒 高達42.4度 三天被踢來踢去 踢了五家醫院 輾轉耗了四個小時 指揮中心都說 這個過程沒有問題 但他的爸爸動尾條 受不了了 跳出來告訴大家 我真的不能接受 這個過程中一直在等 一直在等 小孩抽搐 發燒到42.4度 抽搐不斷的嘔吐 做爸爸的只能等 然後猝死死亡之後 我們指揮中心很冷血說 我看過這個過程 雖然前面四家都沒有說 但是過程沒有問題 也沒有延誤 指揮中心的人血 跟家長的第一線的感受 完全都不一樣 這都基隆 我再提醒大家 基隆不是有一個 這個老婦人去了醫院兩次 後來第三天第四天在家突然猝死 家人打開門死在家裡 而且已經看到私斑了 還有包括一位基隆 就昨天我們講過 89歲 這個在15度下雨天的時候 穿一個很便宜的雨衣 然後在外面寒風中 半夜等到中午才被收治 等了13個小時 都在基隆 基隆還有另外一個最新的現象 基隆被統計出來 他的死亡率是全國最高 萬分之八 第二名是台北市 萬分之三點六 一倍多 基隆到底發生什麼事 韋翰 桃園是萬分之一 所以基隆是桃園的八倍 基隆需要幫忙 這很明確的事情 我前兩天跟基隆之前的立委 謝國良 他其實當過立委的人 他確診之後到第五天 都沒有任何衛生單位 跟任何人跟他聯繫 你說特別的人物也沒有VIP 就是說其實對 他當地也算是逃郎 對不對 他的那個經濟能力 他的社會地位 但還是一樣 因為基隆已經忙不過來 我沒有去指責任何人 這個case也是一個 你是怎麼後續還去酸 他說你是哪家醫學院的 家屬因為緊急狀況 所以上了救護車 上了救護車是含有心跳 那在救護車過程當中 歐卡了 那可是救護車上的人 其實應該就要告訴他了 到了醫院以後 沒有人理他 就去講話 我問你一件事情 如果這是你的爸爸 這是你的媽媽 你會放棄他嗎 你會放棄他嗎 歐卡 觀眾朋友 我雖然不是醫學系的 我也不是跑社會的 兵哥在這裡 歐卡不代表就不急救 如果我們現在醫療能力夠的話 歐卡到醫院是還要繼續搶救 就去奠吉他的 對不對 你在講什麼 歐卡所以就 歐卡就是旁邊聊天這樣子 那當然我也不怪這個社工主任 因為他們應該也都已經忙翻了 所以當家屬抱怨的時候 想說我們歐卡沒有要跟你講 都彼此互相多體諒 基隆現在需要幫忙 因為我跟觀眾朋友 基隆三十六萬人 基隆的死亡率 現在目前臺灣最高萬分之八 而且基隆現在確診的人 已經快要百分之十了 所以已經快要 已經確診人數 已經快要到三萬六了 所以他會亂成一團 然後基隆並沒有像臺北 有臺大 有馬街 有這麼大的榮種 他沒有這麼高端的 大型的醫療中心 專者醫院沒有 他最好的是基隆長根 所以上次那個有沒有 那個年紀大了 他才會 還有那個弟弟都是 到基隆先到副利醫院 不行才到長根 長根塞滿了 然後再往臺北跑 所以基隆現在需要幫忙 往必勝趕快出動 那因為新的北臺灣 基隆 臺北 新北 桃園就是一個生活圈 這四個地方都很嚴重 所以其他的縣市看起來 就是說你們臺北人 天龍國什麼 你來看看狀況 真的每個醫院的醫護人員 都已經很慘 所以你都看到 我其實並沒有 很去怪醫護人員 可是我要跟大家講 如果不是這麼的 急診室 急診室亂成一團 我這兩天信都看不完 我其實不是市議員 很多人都沒有辦法沉緊 好多人就到各地的醫院去以後說 因為急診已經塞滿了 都被弄到風雨走廊 說我給你講一下 偉翰哥 我爸爸年紀大了 在那個地方 急診室買了以後 他在走廊 外面在下雨 都噴到雨了 然後他要去上廁所 臨時廁所 連門都沒有 也沒有掉點滴的地方 這都很務實的事情 對不對 沒有辦法了 因為都已經這樣了 這個家屬 他的家人 在救測上面 沒有心跳 算是歐卡 可是到了醫院之後 你只問他說 還要不要急救 你必須告訴他說 現在已經沒有心跳了 我們是不是還要再繼續搶救 而不是跟他講說 歐卡 歐卡你不知道 你哪個醫學院的 這樣的話太傷人了 我覺得彼此都要幫 對方多體諒一下 偉翰哥 剛剛特別講到雙北 北臺灣跟南臺灣相比 其實我感觸也很深 這個要請教兵哥 高雄市 原本他告訴大家 因為高雄疫情做得非常好 在前幾天 不過三四天前而已 他們一日確診也是三千多例而已 但從昨天就翻倍了 變成六千多 然後這瞬間 之前不是前幾天 蔡總統還特別稱讚 陳其邁是防疫的模範生 說他做的防疫特別好 說這個希望雙北要多打氣加油 柯永整個侯友也非常的氣憤 後來他暴徵的時候 包括醫師沈正蘭都說 現在南北正在黃金交叉 雙北的曲線是往下的 但是高雄正在飛奔 結果你知道陳其邁怎麼說嗎 陳其邁說 因為我們PCR暢通無阻 做了馬上之後確診 所以我們數字反應很快 雙北塞車 做了PCR要到四五天後才能反應 所以是他們量能出了問題 不是我們防疫做不好 是我們實在是能力太強了 這陳其邁的說法 還有包括桃園現在有個狀況 昨天有一個三十五歲的年輕人 在家裡面居家照護 結果他突然就在家裡面暈死了 還有包括有一位 這個印尼籍的陳姓男子 五十四歲快篩陽性 也獨自居隔 也是在家裡面猝死 那我們指揮中心 只有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說這兩位是心血管疾病的 後來我去調查 美國的報告裡面 他統計出來 確診之後心血管方面 冠狀病毒動脈出狀況的 多了百分之七十二 心臟病出狀況的多了百分之六十三 中風多狀況的多了百分之五十二 但這一些指揮中心 昨天都沒有講 他只有輕毛彈寫說 心血管不是因為確診死 是因為心血管而死 這個我覺得我們的指揮中心 應該有責任要把它講清楚 另外一個 國軍現在狀況真的也很多 突然有人爆料說 這個營區的做防疫真的很難 所以他們只好把這個小便朵 做實名制 什麼叫實名制 便朵按照聯隊的人數 比如說他們聯隊 每五個人可以分到一個小便朵 就是把小明小黃小白的名字 貼在上面 你們固定就是上這一個 我是不知道上廁所固定跟防疫的 就是尿液有病毒嗎還是怎麼樣 還是說怕他會去摸小便朵 這第一個 第二個睡覺的時候 因為現在通鋪裡面都是兩個人 筆尖睡在一起 他們倒過來睡 去穩對方的腳 然後戴著口罩睡 中間隔一個塑膠布 他覺得這樣的做法其實是非常非常 不能道得很奇怪的 兵根怎麼看 第一個你睡覺叫我戴口罩 我就沒辦法忍受 你看這兩個人睡那個地方多窄 窄成這樣之後 你中間隔一個塑膠布 然後戴口罩 這個不是實際的照片 我知道 但是差不多也是這樣 也差不多 很接近 因為軍隊的空間就不大 那你覺得他們已經累了一天 被操了一天 然後叫他這樣睡覺 你們於心何忍 會不會太誇張一點 可不可以不能有更好的方式嗎 然後你小便朵五個人 弄一個小便朵意義何在 如果你下面給我裝PCR 說這五個人有驗出來 我們就拿去做檢驗 那合理 那你又不是要去檢驗他 他又不是幹嘛 那五個人又怎樣 那五個人如果有一個中的話 按照你的說法還不是選中 所以差別在什麼地方呢 所以我真的不懂 這些部隊長官到底在想什麼 其實世界各國的軍隊 都已經得過一輪了 你們是不是可以去參考 美軍的做法 或是其他西方部隊的做法 你去參考一下 不要自己在那邊 自己在那邊幻想一些東西 你不要忘記 你在做這些的同時 你們的操練病沒有停止 他們每天揮汗無如雨 然後跑三千的時候 一樣不戴口罩 請問一下 那個時候就不會中嗎 還不是一樣會中 所以我真的覺得你們 是不是要更仔細去想清楚 到底要怎麼樣去面對這個問題 而不要只是說 我們已經做好萬全準備了 你是不是每一個人在發一張 防病毒小卡 那個病毒就會自動閃掉 是這樣的意思嗎 那至於說防疫主要 我們的防疫主要下來了都是這樣 發生任何病的時候 他第一個就想幹什麼 盡量排除跟新冠肺炎的相關性 奇怪這到底是什麼心態 我真的搞不懂 大家沒有注意到嗎 最近好幾位小朋友 不約兒童全部都得了腦炎 然後為什麼 然後這個腦炎 是不是因為就是病毒引起的 當然這還要進一步的醫學研究 可是這個新冠肺炎 是不是有可能引起心血管疾病 你們也要去做研究 而不是先把它否定掉 減少幾個人數對你們來講 意義到底在哪裡 台灣真的大的都還沒有來 我跟你講陳其邁話講得這麼大聲 那既然你PCR這麼順暢是吧 那北部的送去你那邊做 不是說你應該有量能 那你應該協助其他縣市 那你為什麼不是吭聲 你為什麼不講話 奇怪你民進黨不是要成立關懷中心了嗎 那你高雄市怎麼不幫點忙 那再來我跟你講 陳其邁真的不要太得意 為什麼 理由非常簡單 因為網路上有人去做了一個比較 新北市滿100例的時候 高雄市大概晚14天滿100例 然後到新北市滿1000例的時候 高雄市大概14天15天滿1000例 而新北市一萬例的時候 現在就等著再看 再過幾天高雄市可能就要一萬例 如果按照這種比例的話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你只是比人家晚發而已 基本上擴散速度是一樣的 那我也提醒大家 雙北這兩天看起來比較和緩 不是 是因為不去測的人越來越多了 我講實在話 因為你測了也沒用 他也不給你任何治療 而且PCR真的很難排 對 PCR你也排不到 很多人試過就放棄 柯P為什麼會說 很多爽約率大概四成九 為什麼 其實不是真的很多人要爽約 而是因為大家為了怕排不到 所以在好幾個地方排 那我排到一個地方的時候 我就放棄其他地方 就是這樣子而已 才會造成這樣的狀況 所以第一個 雙北的警報根本還沒結束 因為通常都是認為 像韓國 他是在病例確診數到高峰的七天之後 七天到八天之後 他的死亡率來到最高峰 那日本是17天之後 台灣因為什麼時候高峰 我們目前沒人知道 那明天 我們的風波已經很不自然了 對啊 因為那個誰 李秉穎不是說我們的線條像蚯蚓 這不是廢話嗎 哪一個人線條不像蚯蚓 你有看到一條直線 蚯蚓有時候在爬行的時候 也是一條直線 所以我真的覺得 大家都不要自得意滿 也不要放棄體驗息 這場仗才剛剛開始而已 結束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沒有人知道 好 剛剛講到會心血管疾病 接下來這個議題 如果有心血管疾病的人 先冷靜下來 這個國民黨 昨天確定桃園市的人選了 就是要徵召張善政 一消息一公布 所有人都炸鍋了 所有人就直接痛罵朱立倫 你到底是不是民進黨蔡英文派來 臥底在國民黨 要顛覆終結國民黨 大家都有這個大疑問 這到底怎麼回事 忠實還爆料 昨天一早上就說 沒有 這不是朱立倫 個人獨斷行為 是因為他朱立倫 跟韓國瑜共同推 說這個韓國瑜 很早就把名單給他了 那馬英九也是給他祝福 馬英九後來據了解 馬英九說他兩點 第一個提醒張善政 沒有加入國民黨 所以後來就做了這個程序 第二個馬英九特別提醒 要溝通好地方 這個朱立倫明顯的沒有做好 韓國瑜在昨天晚上 他寫了一篇文章 重點兩個 第一個他在前一天電話 接到電話才知道有徵召 而且同意徵召這件事情 他說黨中央 你一定要顧及同志的感受 那潛秋就是韓國瑜 以前的發言人 他就講了大白話 朱立倫你自己扛 弄出來炸出來的鍋 你自己扛 韓國瑜怎麼會是推索 韓國瑜確實有給一份名單 包括張善政在裡面 但後來這種突襲式 閃電式 羞辱其他人的方式 跟韓國瑜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個鍋炸鍋了 請你要自己背要講清楚 還有一個問題 現在大家開始問 五月一號 連王且秋就講的這個事情 上禮拜問張善政 空降桃園 張善政自己都說沒有 沒有這個意願 後來西亞大陣傳奇 其實真正隱武者 應該是復昆期 許曉昕說不要再亂放 他還刪掉自己人 羅志強驚訝 錯二 但是他說他會自立自強 那邱義盛 桃園的議長退框 然後李玉玲爆哭 魯明哲更尷尬 魯明哲在五月十五號 就前幾天他鬆口說 他願意接受徵召 黃建廷國民黨的秘書長高層 還說我不排除要徵召他 好不容易他鬆口就被打臉 鬆口三丁就被打臉 嘴巴變得更緊了 尷尬 尷尬得不得了 那現在最開心的是誰 聽說是鄭裕鵬 鄭裕鵬高興得不得了 兵哥怎麼看 其實我真的搞不懂 朱一倫主席到底在幹嘛 你記不記得你當初 逼退羅志強用的理由是什麼 是因為桃園地方的人 都不喜歡羅志強 超過九成人都討厭他 所以我們就絕對不會徵召他 黃建廷不是講絕對不會 絕對不會讓他代表參選 那結果 所以因為羅志強有個先例 九成人都討厭他 所以這次張戰爭 你剛才連問都不問了 是直接過去了 我管你喜歡討厭 我不要問你最大 是這樣的意思嗎 你到底在幹什麼 然後故意放那個消息 你看 每一次只要跟朱一倫的決定 有關的 就在他弄來吹出來之前 一定會有一些小道消息 不進而走 大家記不記得 在張善政宣布參選前兩天 最熱的新聞是什麼 是說韓國瑜要參選 這消息誰放的 這是不是故意叫韓國瑜 去替罪高雅轉移目標 然後讓你把張善政拉出來 然後再來 張善政一兄弟要參選 那個消息早上一出來 同時出來另外一個什麼 是說是韓國瑜強力推薦了 好像變得是韓國瑜主動推薦他 然後朱立倫接受這樣子 結果搞了個半天 都是你朱一倫自己搞出來了 我覺得朱立倫 如果你真的想要拱手 桃園送出去 就直接講了 不要浪費大家時間 就直接宣布國民黨 這一局不參加了 不要玩就好了 就讓他同而競選 對岸的政壇 現在也出現了很大的變化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因為聽說有些人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謝謝 拜託拜託